小月 小月 阿姨 你买几箱 不适合你的东西你垫子买一样 几箱东西你垫子垫子 不行 阿姨你就让小月出来嫁我一下吧 不会再见你 小月少了 阿姨你不是之前也说过吗 小月现在长大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可以做主 如果小月亲口跟我说 不跟我回去我认 阿姨不管你说什么都行 我们毕竟是有感情的 那你走吧 那我等了小月出来嫁我为止 我上边走你坐着走吧 那小月再给你见点 小月你愿意出来嫁我了 你别再等我了小宝你回去吧 我觉得你听我说完 我也想了想你说的话 我觉得 我们三观真的确实不合 我其实很多时候 我想帮忙我 我又老是 帮的都是倒忙 我也挺累的真的 你就当放我 个假吧 咱俩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你以后不要再来我家了 真的 小月 我错了小月 我以后什么都听你了行不行 你 你不用什么都听我的 现在 眼前所有棘手的事都 处理完了差不多 你回去我也不用担心你的 我觉得我 更适合 这个大山里 真的 你回去吧 小月我真的错了小月 小月 小月 我真的错了小月 小月 小月把门开了听我跟你说小月 哎呀安静你怎么来了呀 我跟你 打电话这两天联系不上你 然后餐公那边一直有事 然后你这边也不接 然后你们现在什么情况 孩子不愿意 小朋友两天了 安静都追来了呀老子 真关心了 不是的阿姨 不是啥也不是 都追到家里还是不是的 阿姨真的误会了阿姨 我不是还误会的 这样的女人又是缺钱给你欠的 又是缺钱给你欠的 阿姨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 妈不要 我啥都不知道 你回去 你回去先休息 小月 你就跟小峰总一起回去吧 你看他都熬成什么样子了 看到没有 心疼你呢 还有安静 你觉得小峰总在这待两天 我都不回去 说不好听了这是我俩之间的事 你说两句我就能回去吗 你说话就那么有分量吗 不是这样子的 他那天你走之后 他找了你一个晚上 然后第二天一大早 又开车这里过来找你 现在又熬了两天 餐空那边一堆事 等着他去处理 然后电话一直也联系不上 你的意思他不回去你不放心呗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小月你怎么能这样 给安静说话呢 我怎么跟他说话 他帮我们这么多 你这样怎么能这个样子呢 我怎么样子了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不要 你松手不要管这个事 小月 我感觉现在你真的是 无理取闹 真的是无 我们走不说了走 我们走 你这明显不就是护着他吗 我来帮你这样子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我来帮我 我来帮你 帮我来帮我 我来帮你帮我